我在機場的時候發現 我有兩萬塊泰銖不見了 被偷了 我想說這下怎麼辦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飛到了曼谷 我就去了喜來登飯店 那公關公園就出來 就看到我先弄了一下 他看到我整個人的臉色怪怪 狀態不太好 然後他就跟我講 旅遊膳膽作假 對 他就說 他說這樣子 晚上有空嗎 我說晚上沒事 因為我實在是沒錢 也不曉得 我正在煩惱說 我晚上要吃什麼東西 他就說 晚上我請你吃飯 我們就在我們飯店裡面 餐廳吃飯 我還記得那家叫做Beso 我就說 好... 馬上就沒開眼笑 就說我非常感謝他 可是幾個月後 我剛好要跟泰骨光局 要合作一個案子 合作一個案子 然後要去曼谷做採訪 那按理說 光局都會幫我 安排所有的事情 結果不好意思 因為在我臨走的前兩天 川普突然間跟我講說 他說Danny哥 我們搞錯了時間點 結果你現在要出發了 飯店沒有搞定 我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處長決定一件事 當時用傳真 他說用傳真 傳到曼谷所有的大飯店 說台灣知名的作家 要去那邊可以請 你們可以協助他 盡量協助他 我想說 這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人也很神奇 大概五點多之後 我就收到一封E-mail 那個時候E-mail算是 很少再使用 然後打開來 竟然講說 Danny 是那你嗎 然後他就說他是 他是安 然後就開始講 我整個人傻眼了 為什麼我會傻眼 是因為其實中間有段時間 我跟他失去了聯絡 因為他離開了那個 洗來等他到別的地方去了 因為這件事情又串連起來了 然後我就說 可是現在臨時要處理這些 他說沒有問題 曼谷所有五星級大飯店的人 都是他的子弟兵 因為他有點像那個什麼的 曼谷公關教母的一個概念 在那邊 溫世凱好 你是泰國觀光大師 我就說我到泰國看的 第一本旅遊書 就是溫世凱住 走進了非常多奇幻的旅程 是 你說你在泰國 可以橫著走 因為有位貴人 對 那個時候有一次 我其實已經出書了 還賣得不錯 所以那時候有小小的名氣 然後我決定要去 那個蘇眉島玩 可是沒有人知道 蘇眉島在哪邊 那我去了很多趟以後 我非常喜歡它 那我去那邊常住了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那最後我就要回到 曼谷這個地方 我那一天 我決定要離開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在機場的時候發現 我有兩萬塊泰銖不見了 被偷了 我想說這下怎麼辦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 飛到了曼谷 飛到了曼谷以後 然後我就去了喜來登飯店 去喜來登飯店的時候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那天穿了一個紅色的短褲 然後我的T恤是皺褶的 然後你就看起來 像一個小男生黑黑的 然後頭髮短短的 然後穿這樣 然後我去報到的時候 我就說我是Danny Wayne 然後他說你是Danny 看到我的護照 台灣來的Danny 我說對 他說等一下 他就打電話 就開始打電話 結果他們的公關總監就出來了 那公關總監就出來 就看到我先弄了一下 然後想說你確定是Danny 我說我是Danny 他說請問你是旅遊作家 Danny 他就在問一下 我就說對 我是旅遊作家 可是他看到我整個人的臉色 怪怪 狀態不太好 然後他就跟我講 旅遊潮難作家 對 他就說 他說這樣子 晚上有空嗎 我說晚上沒事 因為我實在是沒錢 也不曉得 我正在煩惱說 晚上吃什麼東西 他就說 晚上我請你吃飯 我們就在我們飯店裡面的 餐廳吃飯 我還記得那一家叫做Basso 我就說好 好好好 馬上就沒開眼笑 然後那一天就跟他吃飯 吃飯就跟他聊天 聊來聊 聊得很投入 很開心 突然間他就忍不住了 他就問我說 他說請問一下 我問你一個問題 剛剛我看到你的時候 為什麼我覺得 你表情狀態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講說 我在蘇美島發生的事 他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而且當下他惡話不說 他說那這樣子好了 接下來這兩天 你不用擔心 你就好好在這邊 我照顧你 我就這樣講 是喔 對 結果你知道嗎 他那一天 他還打電話跟我講說 那我順便幫你 明天幫你預約的一個SPA 你好好放鬆一下 所以完全都不用擔心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 可是幾個月後 我剛好要跟泰伍光局 要合作一個案子 合作一個案子 然後要去曼谷做採訪 那按理說 鋼局都會幫我安排 所有的事情 結果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 在我臨走的前兩天 川果突然間跟我講說 他說 Denny哥 我們搞錯了時間點 結果你現在要出發了 飯店沒有搞定 我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處長決定一件事 當時用傳真 他說用傳真 傳到曼谷所有的大飯店 說台灣知名的作家 要去那邊可以請 你們可以協助他 盡量協助他 我想說這下午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等了一個下午 沒有任何的回憶 我在打包想說 我到底該怎麼辦 你知道 心裡面只有一個想法 沒關係 去到就看到 哪一間的 U-HASTO 就便宜的 就先進去住就好了 是這樣在想 結果人也很神奇 大概五點多之後 我就收到一封E-mail 那個時候E-mail 我算是很少在使用 然後打開來 竟然講說 Danny is that you 然後他就說他是 他是E-mail 然後就開始講 我整個人傻眼了 為什麼我會傻眼 是因為其實中間有段時間 我跟他失去了聯絡 因為他離開了那個時代 等他到別的地方去了 因為這件事情又串連起來了 然後我就說 可是現在臨時要處理這些 他說沒有問題 曼谷所有五星級大飯店的人 都是他的子弟兵 因為他有點像那個什麼的 曼谷公關教母的 一個概念在那邊 結果他有一個 很神奇的一個概念 他就說所有的 他訓練一批娘子君 他說你們只能跟我工作兩年 兩年以後你們就要離開 我說為什麼兩年以後離開 他說你離開 你的翅膀才會張開來 才會飛向 你永遠在我這邊 你是在我保護之下 所以因為這樣子 很有格局大度的人 他很有這樣大度的人 所以他就開始 他的人去威斯汀 然後去聖域 去每個地方都去 去了以後 他只要跟他們講一聲 二話不說我就開始 這邊住兩個晚上 那邊住兩個那邊 而且全包就是這樣 我就非常的感謝 可是後來我發現 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什麼 我只要去到哪裡的時候 你是台灣的Danny對不對 我說你們怎麼知道 因為他們都看到照片 全部都知道我是誰 OK 你是P.A.T上面放著 對 我說P.A.T 這樣很不好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說 我在曼谷的話 不能做壞事 我出去玩或是幹什麼 都有人認識我 他說那當然不行 然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會這樣講 他說因為第一個 你來是代表台灣 你代表的是作家身分 還有一件事 你代表我 然後我就這樣 對 還有一件事 他最後告訴我一件事情 那他說 我們人生的過程裡面 都會經歷很多的一個貴人 那誰幫助了你以後 將來你很有可能 都是要代表他 從此影響我非常的大 那後來他就是我的乾界 然後我們二十幾年來 一直保持聯絡 所以人家當人家問我說 為什麼你可以在曼谷 橫著走的時候 我說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他的一個關係 OK 對 這是很棒 人生的存折 存了一個貴人存折 好 宇文 這個你二零二三年 今年非常特別 你出了一本 很厲害的寫生集 出道滿三十年 感覺你終於放飛 做你自己 我覺得 因為我是在一九九三年出道的 然後我覺得人生 其實我所有的人生 都是在演藝圈度過的 從青少女時期 然後我就自己在二零二三年的 夏天的時候在想 因為我就是八月出道的 我就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拍一組寫真照 但後來就有人鼓勵我說 你可以出一本寫真桌立 因為這幾年也很流行 像啦啦隊他們 他們都會出一些 就是桌立或周邊 然後我就想到 我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那種唱片公司 也會幫你拍 像寫真集 對 但現在就是熟女了 所以就有不同的尺度 不過我今天帶來這張 也還滿清純的 我覺得我的粉絲 應該會喜歡 其實我覺得我的外表 應該跟三十年前 就是感覺是不大 那當然這是我三十年來 就是鍛鍊自己的結果啦 對 因為我一直都 這個寶石真的有夠好的 對啊 而且其實因為大家看 臉或身材或是塗的感覺 知道我也沒有特別 就用過多的可能技巧 去修塗 對 我喜歡我原來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不能說這一輩子 有什麼很大的成就 可是我想可能我就從一而終的 做著一個行業 堅持到底 然後也是一個很有毅力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是在想說 可能從兩年前開始 我也是 我覺得我比較特別 就是我好像是那種 不會放棄學習的中年人 那我也開始就跟年輕人一樣 開始學做自媒體 其實一開始真的是我女兒 鼓勵我的 因為我女兒認為說 YouTuber很紅 明星很普通 就是在想 因為有一天我女兒就說 為什麼你要當明星 不去做YouTuber 我就想說 What 然後她就說 YouTuber才厲害 然後我就開始想做自媒體 然後開始做自媒體以後 其實我的快樂 不是來自瀏覽率 我自己做自媒體以後 你就是一個人要全包 所以我最喜歡做的 其實是企劃跟創意的部分 像我也做了滿多的影片 都是我自己的創意 像我今年就有去找 那個樂天啦啦隊 我有當一日樂天女孩 然後我就自己規劃去拍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立起來 他沒有變耶 對啊 其實現在年輕人就很年輕 是啊 我覺得我比較 這幾年坦率做自己 可能把內在的一些毒素 都釋放出來 對 我覺得終於 因為你在這個演藝圈 待了三十年 很多時候你可能要符合 觀眾的期待 找你偶像 偶包 像我以前小時候臉圓圓的 就會有好多那個 哥哥姐姐看到我就會說 哇 月亮又出來了 他是可能是一種可愛 但是其實我不喜歡 但是我不敢講 我們大概就是只能默默的接受 我覺得現在滿好的 就是說你沒有那個性別框架 對 所以不用怕年紀上的數字 越往前走 越來越做自己 所以下一本正在準備當中 下一本 我們今年對 還會出新的 是真的 洪醫師你現在是非常資深的醫師 但是你說還有一件事 你倒是還是覺得很難 對 你知道當腎臟科醫師 最難的是宣... 跟一個年輕的腎友告訴他說 你從今天開始要洗腎 又洗腎一輩子 這個 不想聽到 完全不想聽到 我在當很年輕的主治醫師的時候 那曾經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然後他小女生 然後他以為自己感冒 那那一天就有點暈啊 噁心想吐 那就跟著媽媽一起到醫院來 我把他檢查一下 我發現他的尿毒素好高了 他的腎臟都萎縮了 他已經要洗腎了 那為什麼 這一種大部分都是蛋白尿 都是這種慢性腎絲瘤炎 就是只是他自己 遺傳先天的嗎 對 就蛋白尿 但是他不曉得 就因為在前面可能都沒有症狀 結果一來我看 我跟他說 我可能要把你轉到急診室去 今天就要開始洗腎 而且可能一輩子要洗腎 天啊 我那時候只會根據臨床經驗 根據學理用講說 我要講正確的告訴他 可是沒有想到他的心情 這一塊 他應該當場崩潰的 對啊 兩個就抱在一起 媽媽跟女兒就抱在一起哭 一直哭 當然我現在比較資深的 遇到這種事情 當然還是有點難要宣布這種事 但是我大概會用一個比較 有選擇性的態度 跟你講說雖然可能要洗 可是現在至少健保給付 洗腎不用錢啊 那你還這麼年輕啊 你們可以去排換腎 其實越年輕越容易排到換腎 那也不是說 而且你還可以正常出國旅遊 然後可以正常生小孩這些 其實我就會用一個比較樂觀 讓他去接受這些事情 就這一輩子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不是只有洗腎一輩子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